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他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他今年24岁 你干嘛那么不好意思呢 就大14岁吗 其实我感觉我们俩相处也不像是相差那么多的 包括我认他以后 然后我的服装啊 我的精神啊什么的 我都理由所改变 然后我今天来穿这件衣服 其实我还挺大胆的 我从来没穿过露肩的什么的 其实我忧郁了很久很久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比你小14岁的男人 让你重新做了一回女人 长什么样子 你有照片吗 长得还帅了 有照片吗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有 还帅吧 我们俩出去玩拍的 你们俩还旅游了 是吗 还是没什么不好的 这又让我想到那首诗啊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君恨我生时 我恨君生早 恨不生同时 日日与君好 我们从结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你们是在生理上是有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这个孩子40岁的时候 你多大了 54 对 你54了 跟他在一起怎么相处 在生理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 也是不协调的 相爱容易相处难 你们想想他一个24岁的小伙子 可能还没有你经历的多 你们两个在一块 可能人生观价值观就不一样根本 我也谈过姐弟恋 你小多少 小多少 小大过于14对吧 对不对 不要那么扭捏嘛 做都做了 怕别人说 是吧 这没什么不光彩的 多少啊 16 16 又打破了一个记录 但是前提是要他主动 你感受到他对你有意思 有一次 明天晚上我们俩就坐着喝了啤酒 他说小远 我说你想找什么样的 我刚才又说 我就想找姐的样的 我就找姐 他说的意思什么的 我也会做饭 然后洗衣服什么的 来了以后他感觉有家的感觉 由此有没有关系更进一步 其实这样的 你看他张嘴闭嘴姐 其实 人家不叫你姐 你想人家叫你叫什么 我感觉就像人们仓说的那句话 说人人的生命当中 应该有一次 说走就走到旅行 也应该有一次 奋不顾身的爱情 说的好 既然他年龄小 我先喜欢他的 我想 我想主动一点吧 你是真爱他 我完全能够看出来 但我也会想到 奋不顾身的爱情总是存在的 可是奋不顾身的婚姻 往往是痛苦的 亲爱的 我们不要想那么远的事情 好不好 对 因为呢 即便你们是 年龄相当 背景相当 什么都很相当 三五年就散了多的事 人生苦短 但是你要小心了 一个比你小14岁的男人 他能够接受你的爱吗 其实上 他用了一个计谋 他寻寻善诱 就是希望 他能够从你那儿 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呢 又不上这个套 就把你吊着 他在吊你胃口 所以这个男人是很危险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感觉他能接受 我对他的好 那就是证明他喜欢我 但其实我并不会认为 他们是一个情侣的关系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他认为你是一个大姐姐 不我感觉你说 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难道你们两个真有牵手吗 牵手牵了吗 牵手有谁要我牵他吗 那你们俩有亲吻吗 这个没有 我们都是纯洁的 不不不 没有 就因为你们现在很纯洁 所以我觉得 可能更多的感情 是在姐姐和弟弟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情侣之间的关系 我还是那句话 早上他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他能让我改变 能让我的心 一个死的一个女人 能重新燃起这种感觉 我感觉都值了 38岁的张莉 因丈夫过速离婚 拥有多动方程 离婚后 张莉一直诞生 现在却因为租房 对比他小14岁的房客 杜鹏远一往情深 在张莉的叙述中 房客杜鹏远 对他的追求和关心 都有回应 却因身份和明明的全书 无法对他大胆表白 所以他今天鼓起演戏 来到节目现场 相比自己小14岁的房客告白 如果事实真如张莉猜测 杜鹏远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他大胆热心的告白吗 我们更多的人是希望他能够开心的更长久一点 不管他们之前彼此到底能不能走到婚姻的殿堂 至少不希望到分手的那一刻 你也伤心 他也伤心 你觉得呢 来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来 问你几个问题 小远要是今天不来 不愿意跟你挑明 怎么办 一定不会吧 他很有可能不来啊 其实我心里也特别忐忑 如果他今天来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只把你当姐姐 甚至是当母亲一般的温暖 不可能 如果是呢 第一我感觉不会 如果是呢 我想问你 假 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 怪我自己自作多情吗 你会恨他吗 我不会恨他 你还会让他住在那吗 会 如果小远今天来了 接受你的告白 甚至愿意跟你结婚 你会做婚前财产公正吗 公正的话 我感觉不用了吧 不用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我喜欢他 我东西都无所谓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的父母言辞反对 你怎么办 如果父母反对的话 我想用我的行动 用我的努力 去 去跟他父母尽量沟通吗 行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五 四 三 二 一 你 导入 你去 我去 这个 我去 今年24岁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当然有 他跟你以前的女朋友比起来 你感觉如何 很成熟 会倒过人 真的 那你如何界定 你现在跟她之间的关系呢 我一直把她当亲姐姐一样 你要注意 你说话必须言辞准确 肯谢 因为这是一段 奋不顾身的 38岁女人的爱情 你到底与历姐之间 你一界定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男女关系 朋友 姐姐 你确定 确定 不是这样的 有朋友老是给你送礼物什么的 有朋友两个人一起穿青绿衫的 你说到心里话行吗 这样 我们给他们一个单独的独暑空间 先进入告白时间 你把你所有的困惑 想法都直接告诉小远 说得清清楚楚 一清二白 好 接下来是张力的告白时间 小远 咱们俩 在一起 要快一年了吧 其实 出你来的第一天 我对你有好感 在你来的这段时间 我的改变 你也能看得到 我从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变成一个爱交流的人 你陪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那天你下班 我在家等你 其实我自己都忘了我的生日 你回来 你拉着我 你把历劫走 我跟你说件事 你还记得吗 进房间以后 你把所有灯都关了 然后 你给我唱 生日快乐 我 38岁了 没有过过一次这样的生日 真的 你 那次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我就是让你开心姐 其实 你每天上班走 我隐隐在家 我哪都不想去 我就盯着打清理表 我就看 从上午看得下 我就想等着你 等着你回来 我感觉 你回来 我给你做顿饭 我都很开心 真的 咱俩真的不可能的 为什么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你那天还说 你如果这样找媳妇 要找像姐这样的 如果嫌我胖 那我现在也减肥了 现在如果 还不行吗 我还继续减 我给你 我已经瘦了28级 你知道吗 我还可以再减 结果不想看你这么折磨自己 难道你因为 因为我长得老吗 不行的话 现在不是流行那个什么 整容吗 我可以整啊 我可以磨皮啊 我把自己 我整到24岁 已经吗 你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了 你不能伤害自己 你知道吗 没事的 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 我受这点苦 我感觉就是幸福 我感觉也值 你知道吗 我真不合适的 我真的 很感谢上天 让我遇见你 感谢你 感谢你对我的好 以后你 你也可以不上班了 真的 室里面这两套房子 如果大家在一起 我可以把房子的名为 过户给你 我可以愿意为你付出所有 行吗 你知道 我不在乎这些了 你不要再拒绝姐了 行吗 咱俩真的不可能的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本来 这事 真不想说的 但是到今天这样 我不想伤害你 可能我从小 没有妈妈的关爱 没有这种呵护 我太依赖了这种 这种感觉了 就因为你 孙三有妈妈的影子 所以我才 你说什么呀 刚才 是吗 我也不想伤害你